视频开始,大家一起来玩个小游戏吧 如何用一句话来证明你很穷 小鸡鸡来,十年不起头只为吃一顿油 聪明的你会如何说呢? 钻戒代表生命和永恒 也象征着坚称不语的爱情和婚姻 那一枚不灵不灵的钻戒究竟是如何制成的呢? 有镜头记录了全过程,一起去开电阶吧 首先设计师会在图纸上构思钻戒的大致模型 然后再根据设计师的手高草图制作出钻戒模型 看上去是不是很逼真呢? 但其实它还只是模型了 然后再将钻石模型用液体石膏胶筑成形 放入烘烤箱中高温烘烤 紧接着又将液体金属挂入模具 高温烘烤在冷却一段时间后 将模型放入水中清洗 一个比较粗糙的钻戒就成形了 再然后就是打磨抛光了 看上去是不是比之前粗糙的要耀眼很多呢? 之后就是镶嵌各种的小装饰品了 最后再用高压清洗 将杂质清洗干净 一枚钻石戒纸就制作完成了 哇哦 成兵简直是闪到小夕的眼睛了呢 小伙伴们觉得 这一枚钻戒漂亮吗?